小梅电视与你起头并掂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很感激有朋友来关心和分享他这个不幸时刻的经历 使他感觉没那么孤独 他也知道他即将死亡 但是他会感到快乐一点 最好是活着的人和临终的人都能接受 这是人生必须经历的终点 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应该尽量让这个终点时刻充满祥和与爱 一个离癌即将往生的人 内心却毫不丧气 我告诉他 如果你康复了 那很好 如果你死了 那也很好 现在是你思考下一个生命的时刻了 虽然我们都感觉到他即将要远离了 虽然我们都感觉到他即将要远离了 我可以看出来他没有什么担心的 这是修行佛法结果 相信轮回并拥有成佛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像一个不相信轮回的人 这个时候会有多难来 想想这一生现在结束了 之后呢 没了 没什么可信任的 没什么可相信的 那一定很可怕 说明 June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亡的时候 最好的离别礼物是宁静祥和 有了这个概念 医护人员对死亡就会有更宽广的视野 对于在生命中的非常时刻来依赖他们的人 他们必须打开心胸 应该表现责任感和慈悲心 那是很不一样的 在他人出生或死亡的时刻帮助他们 是我们可以给予的最珍贵的服务 西方人一般都避免去想到临终和死亡 这样做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幸福吗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们面对负面消极的事会觉得焦虑不安 就更应该学习如何面对它 好好思考如何以开放的心胸看待它 进而对它很熟悉 对于老、死 如果观照的越多 九月能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没有什么特殊的 生死学语录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充分的准备 等到事情真正发生时 接受死亡就像是生命里很平常的一部分 这样功课就做好了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可以很单纯地想到 现在是我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想那样会比较好过些 关照死亡 以及接受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最好是深层的关照 并认知转世、灭盘、轮回的本质 熟世、熟世的、未成名的存在 那么死亡也不过像是更换一件衣服罢了 不过像是更换一件衣服的一部分 在你的身上 当真正的觉醒从我们内心执掌 忧心的原因会渐渐消失 因为那个潜意识的关系 死亡的时候你会更焦虑 更痛苦 死亡的时刻极端重要 那是准备来生的最后时刻 平静的心灵才是面对死亡的正面态度 在佛教里 我们每天练习持续提醒自己死亡的事实 那也是死亡过程的一种准备 死亡的最后阶段 心灵因为独立于肉体之外 仍然存在着 只要意识还在 我们必须试着去想空性和菩萨 并记住佛法身 这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心灵就会注满正面的能量 直接的效果就是正面的转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亡是重要的 这一世的出生是我们前世生命的结果 众生会依累世的行为善行恶行 在这六道中上下生死 这就是轮回思想 事后进入中阴 事后尚未转生的审视的生命 即存在本身会再生 再生是前世所行之业的结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修学佛法的人都认识 对于受生于此世的任何东西而言 生与死并非只起一次的现象 在我们的内部 任何一个瞬间 都有某种东西死亡 某种东西再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继续生活 人不生也不死 不曾存在过 也不会停止存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 但是是永续的 是无限的 是原始的 纵然肉体消灭了 人也不灭亡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 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顾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社团法人中华国际公佛摘身功德会 潜心供养福田征 社心文法至会开 虚云老和尚云 佛法二宝 乃僧保扶持 若无僧保扶持 佛法二宝 无人留步 善根无处培植 顾持摘身功德最大 摘身之目的 顾持生且安心半道 助持政法 弘法立身 中华国际公佛摘身功德会 于民国92年成立 秉持公佛摘身为宗旨 佛日征规 法轮常转 僧保宏悦立友情 自民国93年起 历年于林口举办 国际公佛摘身大会 至今既有17年 每年生且英共人数 平均为7000余人 多年来国内外 供养生保人数 已逾40万余生次 109年 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 林口栽生大会停办 功德会为四世供养 寺院及稻粮 去年赴节下安居的寺院稻场 茅蓬及佛学院供养三报 109年7月2日 感谢台东海山寺提供场地 功德会于海山寺顺利举办 花冬供佛摘身大会 吉祥圆满 供养花莲 及台东地区寺院的诸山长老 法师既有500多位 9月11日 晋圆护法会 于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护国习灾千僧祈福大法会 功德会受邀供养千僧 12月15日 于屏东潮州庙光禅寺 由台湾佛教总会 中华佛教比丘尼协会 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 护国习灾 全球厨艺消灾祈福超建 无遮大法会 功德会亦亲父供养400多位僧众 国外共生方面 功德会以汇款方式 完成供养偏远贫苦 印度西京邦地区寺庙喇叭 僧众560位 供养布丹东部寺院 约1200位僧众 供养西藏地区 石渔处佛学院 及闭关中心 约3000位僧众等 合计供养国内外 约寄育有1万多位僧众 三宝的本质 就是波罗·波罗·密多 也就是空性的智慧 供养三宝 可以得到五种利益 身相端庄 气力争胜 寿命延长 快乐安稳 成就变财 东山高中董事长 顾元长老曾说 摘僧 其实是在摘你自己 你在成佛道上 你在广辟你的净土 你将来的佛净土 就在此时此刻完成 不是向外 一切一切 就是为自己 功不堂捐 功佛摘僧是功德会的主要宗旨 由于新冠病毒 疫情尚未趋患 110年领口供佛摘僧大会 决议停办 功德会 仍依循 每年模式 供养国内外 结下安居寺院道场 茅蓬 佛学院的僧众 今年预计国内共生行程 1.5月8日于屏东妙光产寺 由中国佛教会 旗见万元护国习灾祈祈福法会 约800位身众 2.8月29日于南投举办共生法会 预计供养约500多位身众 3.10月17日于花东举办 供佛摘僧法会 预计供养500多位身众 4.供养一些节下安居寺院道场 及佛学院等 国外共生以汇款方式 1.大陆西藏地区寺院 佛学院及碧关中心 供养3000多位身众 2.印度 韩南印度 北印度 习经 寺院佛学院 及碧关中心 预计供养3000多位身众 3.不丹寺院 佛学院及碧关中心 预计供养一至二千位身众 4.缅甸寺院及佛学院 预计供养一至二千位身众等 落实佛陀智界的本怀 依律行持 正命生活 祈愿所有精勤修行的僧宝都能得到充足的义务 饮食等 使其安心修学半道 中华国际供佛施生功德会是国际性的组织 不分种族地域 所谓捐低会为无量功德海 我们珍惜每位护法居士的发心愿力 会为无远福建的功德力 遍找法界 除每年举办栽生大会 善款已作为其他国内外佛学院 偏远地区或薄蓬僧众 道粮 医疗 僧且教育基金之用 以达真正护僧目的 安心半道 无厚苦之忧 我们借慎落实灾僧精神 凝聚众善为万丈 五体行光 有如汇聚照亮十方共生性 灾僧之意 是以清静至诚心 敬备生物与饮食 供养十方尊重 以此功德力 能继县世父母 福征寿授长 过去七世父母 六亲眷属 得出三徒轮回之苦 获得解脱 功德会十八年来 心无疲厌 不持三宝 同中点教 连结十方善念 借由功佛摘僧的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友情 令所处世界一切相和 捐低财补师 有如海大百川 流入汪洋大海 共生之福 善行随喜 都有您一份花心的功德福田 祝福您六十吉祥 福慧真元 身心康泰 随心满愿 菩萨云集献妙供 归尽三宝最吉祥 摘僧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违向 护持三宝共生 请汇款至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汇款账号 1.邮政划播 账号 1982-3420 1982-3420 顾名 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2.台湾银行中和分行 账号 0660-0103-1667 0660-0103-1667 顾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孩子的心灵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事 长相